疫情是若遇一年。全球经济正力拼复甦。为人算不如天算。任凭人类枕部署,也得不过天灾降临。日本地震以震散了汽车生产大计,美国暴风雪不但影响石油供应。 同时令晶片供应更短缺。他们皆关乎到基本生活所需。且别轻视突如其来的通胀威胁。日本地震汽车产业不止忧心。正当全球憧憬经济复甦之際。大型天灾恐拖后腿。作为消费之首的汽车产业。一向被视为经济情语表之一。目前遭受天灾人祸夹击。日本一场地震。震散了全球买车一哥丰田旗下的日本工厂。 有一半生产线停产。加上原本的晶片方问题尚未解决。未来车架恐推升通胀。日本福岛早前大地震后引发大停电等后为。丰田汽车因有零件供应商遭遇停电。上游供货受阻。导致其14条生产线停工。目前公司在日本共有15家工厂。共28条生产线。故据估算。其每日将减少5000至6000部汽车产量。 上述生产线将停工至周六。届时要视乎情况才能决定会否复产。丰田连同旗下大发工业和日野汽车。去年凭着953万辆汽车的销量。 击败德国福士汽车。重夺全球销量榜冠军。若停产事件持续。该公司很可能再度痛失一哥地位。丰田生产线停工主因是。原载系统零件供应商日纳S-Demo。 遭遇地震后停电所致。后者位于福岛的工厂。由于要进行电源检查并确保安全。令生产及出货停顿至今。目前未知何时才能复工。 值得注意的是。日纳S-Demo是日纳製作所。与本田汽车的合资零件厂。除向丰田供货外。 也有向日产等其他车厂供货。故今次供应中断实际影响可能更广泛。除天灾打击外。 汽车业自去年底汽一直受决心问题困扰。由于半导体行业产能紧绝。不少供应商选择优先供货与利润较高的电子设备商。 导致汽车晶片长期缺货。多家车厂也因此无奈减产。半导体制造商MicroTube Technology总裁兼营运总监Ganesh Modi表示。 涵盖各行业的晶片短缺问题。恐怕要到2022年才能解决。市场调言公司IHS Market也警告。 晶片方可能会导致今年首季全球减少近100万辆轻型车的产量。 较其于本月初时67.2万辆的预测更悲观。 Modi更直言。目前供需脱节可能是我从业40年来见过的最糟糕情况。 汽车之所以成为内需消费之首。主因是销售单价较高。 若因供应问题而涨价。势必刺激通胀。 再者。全球各地正努力谷消费。救经济。汽车是重中之重。 减产恐进一步拖慢复甦步伐。 美国暴雪原油产量降幅前所未见。 美国遭遇极端寒流。 在德州等原油生产大洲受到停电影响下。 全美每日原油产量急插三分之一。 降幅前所未见。 令近期受需求前景改善提振的油价进一步上升。 纽约旗游周三徘徊于一年高位。 升百分之0.89。 至每统60.05美元。 布兰特旗游升百分之1.1至64.05美元。 油价上涨为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股价表现。 西方石油和埃克森美股股价周二分别急涨于百分之4和百分之3。 具交易员和业界高管表示。 目前全美每日原油产量急跌350万桶或以上。 相比之下。 官方数据显示。 在报说是若前。 美国每日原油产能约1100万桶。 位于德州的全美最大业岩油产区。 二碟几盘地损失尤其严重。 产量下滑多达65%。 德州产油活动受创。 因为气温太低导致井口和油管内。 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结冰。 德州的油管置于地面上。 与北部产油地区置于地下的做法不一样。 当前最白切问题是气温何时回复正常。 顾问机构Energy Aspects首席石油。 分析CM Reutersen表示。 试次暴风雪对原油产量。 造成的损失软超原先预期。 由于产油箱需要代油管回复状态以及德州电价回复正常。 才能重新产油。 二碟几盘地的产油量可能要到。 下周一才能恢复暴风雪前的水平。 受到暴风雪的影响。 二碟几盘地第二大原生产商西方石油已发表不可抗力通知。 告知客户严寒天气影响。 运输设施并导致交货。 将被逼减少原油产量。 目前无法预估减产状况将持续多久。 说罚农易因停电宣布。 关闭德州黑白心愿的油井。 虽然目前不清楚美国这次寒流会持续多久。 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很可能只会是短暂性质。 油价走向之后会重新回归基本因素。 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国。 OPEC加号的减产行动以及疫苗。 推出有望令需求逐步改善。 部分分析员仰言商品进入超级周期。 因投资者以商品对冲。 全球经济反弹带来的通胀风险。 另外,美国德州日前因寒流大停电。 三星电子位于德州奥斯丁的半导体。 厂房已逐步停工。 三星电子表示。 目前正与奥斯丁当局讨论复工时间。 相信一灰复供电。 三星电子就会立即复产。 三星电子的奥斯丁晶圆厂占总产能比重高达28%。 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 若美国的严寒气候持续。 三星电子的晶圆事业产能和收入。 将于短期内受冲击。